那我请教一下我现场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特别来宾 他是神经内科的专科医生 他叫做方世青方医师 你好方医师也是出身台大 是科幣算是老师 而且据说你两次投票也都投给柯文哲 以前是柯粉 对2014跟2018至少都有用选票支持他吗 对在北门的时候 第二任选市长还在那边哭疯苦语的 一个阿伯支持另外一个阿伯 阿伯支持另外一个阿伯 所以曾经爱过的柯文哲现在还爱吗 基本上很多柯粉都变这个柯黑 有爱深恨 不过我今天想用比较心理学的角度 来缓和大家这种好像很恨的样子 或者说用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的柯P或柯草这样子 包容一点这样子 那我想大家都说这个柯P在里面过得好像很不好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十几年 或者这辈子里面他最放松的时候 因为有自闭倾向的人 其实是非常窄的 比窄男还要窄 所以他们有一种 你在那个小房间里 然后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柯P整个表情也放松了 头发也变黑了 所以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一直要他出来 其实说不定他已经累了 所以他在里面OK 就是说有人说他头发变黑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适应的很好 那你的你的感觉是搞不好他反而更自在 然后很多外在的压力都没有 没有错 因为他本来就要活在自己的世界 可是在台大很难活在自己的世界 当市长也很难活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在那一个2772的小空间里 他反而活在自己的2772的世界 是你知道自闭景象自闭症的儿童 有一种治疗方法 叫做深层压力治疗 那就一种机器叫做挤压机 把一个小朋友用那个好像在夹三明治一样 把他夹的那个扁扁的 就小朋友得到一种放松感 这是治疗的一种方式 真的啊等一下真的用机器去压一个正常的人类 一个小朋友自闭景象的小朋友 然后他可以得到一种抚慰安全感 然后他就得到治疗 所以其实那个那个鸡压房 就有点像是那个挤压机一样 所以柯P前所未有的放松 大家莫名其妙一直要他出来 所以就长出黑头发了 对对对 不像你就少年白这样子 我小说就白 所以这个小草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一直不要让 一直要让柯P出来的这个小草 我是这样解读 他们算是柯P是他们的初恋 其实我们初恋更早 我们初恋是阿扁 然后柯P算我们第二恋了 再婚的 第二个恋了 你的初恋是阿扁 然后柯P是你第二个政治恋人 这个都世人不明这样子 但那个小草 觉得说是这种感情 大家越反对 他越壮烈 所以有一种 这个好像 这个大家都反对 我就是爱柯P怎么样 那种 那种好像 他自己想要殉情 要拉着柯P殉情 我觉得柯P可能是不想玩的 另外一种 那个是 觉得说在这个柯P旁边 还有好处 那就大家都知道 第三种还希望柯P不要出来的 继续有细唱的 可能就是在座各位 像是超貓因为柯文哲 赚了很多 抖内跟通告费 对 那我觉得那个 像我们这个 从柯黑 柯粉变柯黑 其实 其实我们早期 是在帮助柯文哲的 但我们有时候 把他捧的太高 有点宠坏他这样子 那后来呢 他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事实上是别人帮忙的 然后就把自己演得像皇帝一样 那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 与其说我们柯P柯文哲在操弄我们台湾社会 说实在啊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我们曾经也操弄过柯文哲 我们把他当作工具人一样 你看一个台大医生要走出台大医院 然后去当台北市长 选台北市长 没有那种自闭倾向 是不可能的 我们一定会选太多嘛 那柯P就不会 当然这工具人角色要去打扮国民党 后来要打败财团 现在要负责打败民进党 你现在柯P是不是承担太多了 是不是我们在操弄柯P啊 我们不不可能让他下台下戏 好 对就是有双向的操弄 我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固然柯本人也借力使力操弄这一些社会跟政治能量 可是这个社会也有特定人将他的期待投射在柯身上 然后期待柯去达到他的政治目的或目标 两边也都有这种倾向 其实柯P也算我老师 他觉得有点像是一个木头 那你把它叼成佛像 那拿来拜 那拜一拜他觉得有灵验 继续拜香火鼎盛 不灵验的时候就要把它丢掉 丢到水沟去 我觉得我们的柯老师柯P算是累了 那至于他在里面如鱼得水 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家都要下车也放过柯P 那你怎么看钢铁柯粉 钢铁柯粉不想下车 而且他们现在10月5号要在土城要集结挺柯 当然这里面存情的小草是有 就是政治上的初恋 我就是爱他太柯P 要不然怎么说 那这个遇到渣男的 但是那种爱很卑劣 很悲壮的爱 那他们觉得很伟大 这其中一种 但里面当然有刚刚各位提到的 别有目的的嘛 利用柯P当作神主牌 那让台湾继续有乱缘 然后继续作乱 这也是有的 那你觉得很爱 爱到还到现在至死不渝的 是一些什么样的粉 是真的接近宗教殉情般的粉吗 是的确是有这种心态啊 基本上这个罗密欧朱利叶 如果没有那种悲壮的环境啊 这爱情就不够伟大啊 对 那其实有人在这个剧里面 这演的不亦乐乎啊 你越反对他 他越来证明他的爱的伟大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柯粉事实上大概腰斩 可是他腰斩剩下的这一批就很铁 那个很铁就刚刚讲到的 有精神上的很铁 那寄予政治目的目标的很铁 当然也有政治利益 你必须承认嘛 他在立法院还有巴西不分区的习次 那也是相当程度的政治的盘跟政治利益 是所以我才说有一些神奇的小草 有一些是假的小草 他们是利用柯P来作为一个乱源啊 这个他越乱 让社会越乱他觉得越爽 因为他自己没帮我乱嘛 有人帮我乱不错啊 所以柯P帮他们乱 所以你不要希望社会什么平安 他们是希望这个民众党 或者是柯P继续乱 然后弥补他那种补偿的心态 他没有得到社会上的好处 是社会的边缘人 这种小草是有的 而且这种小草很多 这种小草就会认为 你就是社会的既得利益的建制派 这种小草就会认为 他要义无反顾拼一次 因为他认为拼一次乱一次 才能重分配 有点像股票也一样 你知道股票大涨大跌 才能财富重分配 他都不动的时候 其实我跟郭台铭的财富差距 永远不会改变 完全是这种想法 所以社会越乱 社会的边缘人 他就越有机会 所以你不要以为 每个人都希望社会平安 经济发展 他们的确实有一群小草 年轻人 那是社会边缘人 他可能你三万多块 那租金就两万多了 所以他们期待于像柯P可以来拯救他们 今天谁能够让社会乱 那他们就支持谁 他们心态其实有时候变得比较偏激了 那从心理的角度 你怎么看黄国昌 我想他可能有这个 创伤后症候群的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人期待高 但是这个没有办法满足自己 那他发现呢 这个用吼的 是可以很快得到注意力了 那这个吼一次两次 含到甜头以后 有点上瘾 他没有到那个满足感 他没有办法放下 所以已经没办法跟你好好的讲道理了 这样也没新闻嘛 所以他吼一下呢 镜头都过来了 他也有名了 但这是一甜猛药毒药 吃了以后 这后面也是不利 那有人会觉得 他是为吼而吼的 故意吼的 感觉到自己很伟大 那其实是那种壮胆用的 你吼得越大声表示什么 你心里是越渺小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壮胆用的 对就是强者示弱 弱者逞强 那很多时候弱者在求救 或者在争取他的利益的时候 他才会大吼大叫 有道理的话 是不需要用吼的 有道理的话是不需要用吼 但是没有办法强有道理的话 所以就要用吼的 那整个政治 我的感觉 那个也跟网路文化有关 因为呢 选票是大众的 集体的选择结果 然后呢 网路世代 现在因为台湾 几乎人人 有手机 人能使用 那所以呢 网路世代 人人的流量 人人的眼球的 关注度在哪里 所以像柯文哲 像黄国昌 他们过去很重要的 这一个政治路 他第一个要素是争取到眼球 那个眼球 他把它当作是选票 对 然后呢 在政治的逻辑上 投票给你的科粉 跟网路的逻辑上 观看你影片的科粉 斗内给你的科粉 他们事实上有高度的重叠性 所以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在网路平台上 这个网红当然被流量绑架 可是流量到今天为止 磕都不在了 馆长还可以拿到一百多万的斗内 表示流量还是很肥啊 就说这个平台跟这个社会的文化 也走到了一个政治人物 他就是借由追求流量 拿去追求他的政治能量 我觉得让什么样的社会 选出什么样的这个政治人物 这都是我们这个在学习成长的过程 其实科匹有时候就像瘟疫一样 就像COVID-19 你感染到了你用免疫力 那有人想要复制 还不一定有效 所以我们社会上如果比较成熟 你要对社会有信心 对台湾人民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嘛 对不对 我们那些边缘人物啊 想要乱的人比较少 那大家都边缘比较成长比较进步 那像这样的比较极端的个案 就不会 我觉得现在应该比较没有到那个地步了 像那个阿根廷选出一个总统啊 是用电锯狂冷啊 来救社会啊 他都有他出现的那个背景啊 我觉得我们那个成长已经到这个点 应该不会走回头路 那你身为这个两次投票给柯文哲的柯粉 你现在怎么看待柯的人生 你说他可能比较轻松活在自己的世界 那可是他事实上还是现任的民众党的党主席 我觉得我们柯P已经撑太久了 承担太久了 而且他也不想承担了 所以他早就想要下车了 就一堆人不让他下车这样子 他真的在里面都变健康了 他事实上是那种可以在里面关20年 都还很正常很舒服的人 所以大家用心理学角度来看自闭其项的人 他们真的是比宅男还要宅 如果以他的角度来讲呢 他可以有两个角色啊 他就是认输嘛 然后就离开 那怎样认输离开 就是要有病啊 保外就医啊 那走阿扁模式嘛 那以前那个他去看阿扁的时候啊 他曾经讲过啊 说他在面前尿裤子 然后讲出来哇这个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那他现在等于轮到自己头上了 就不能用尿裤子这一招啊 他用别招了 比如说要看到那个镜头 色录影机有赖清德在看他 那这个一讲 我心里是挑了一下 真的 这个布局之源啊 太有远见了 先把这件事情先讲了 然后讲了以后后面就好利用啊 大家不管是政治上操作 其实在医学上操作更有用 因为我们神经精神科的疾病啊 是没有客观的检查 即使一个已经去杀人放火的 思觉失调症的病人 他去做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的 大脑是没有任何客观的数据 去证明你是一个思觉失调症的人 所以我们像我们这个阿扁总统啊 他也改写了那个失智症的教科书啊 那现在又有一个人来改写 自闭症的教科书啊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局啊 他一讲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聪明 厉害 可定可退 先铺一个壳 你觉得你觉得监视器看到赖清德是铺梗 然后将来 我不知道是谁教的 在某个moment 他一定会有失觉失调的疾病 你今天在里面 这个精神神经的疾病 不会一天里面变坏的 除非老中坡嘛 对不对 但是你说你期绪精神崩溃 你不会一天就崩溃啊 主要先来一个这个前沿嘛 可进可退 要有起程转合的这一个连续发展 一定啊 那这个梗就很好用啊 因为未来不管派他十年二十年 甚至派一百年都没有差额 因为已经保外就医了 那我其实这是 我也不太愿意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我们柯老师柯P 密室脱逃的一招啊 我先讲也好像有点堵住这个路的样子 虽然有点是不好意思 不过说实在如果他承认 说对他的情绪精神不稳定 把外就医 谁都拦不住他 后来你判他一百年都没有用了 他就在外面过着投降的日子 柯P也算当作时代型工具性的人物啊 那大家这个看这个戏也看很久了 应该换个人演的 好就是说他的存在有他在时代时空环境下的巧合 对 然后也有他时空环境下的发展 对 然后那就你个人而言是你个人的政治上第二次的恋情 那就很多磕粉来讲是他们政治上的初恋 然后人生或者大众里头的爱恨情仇也有他时代的意义 没有错 然后坑哲现在终于回到他自己的世界了 真的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 他一个人来 然后一个人走 我们阿伯真的是累了 而且那个不管是磕黑磕粉磕潮 都要放过他 都放下 神经内看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要放下 我替我们老师讲几句公道话这样 大家放过他 你的恩定跟韩国语很接近 韩国语都会说爱与包容 爱与温暖 这我们社会最需要的 社会最需要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